台海两岸最近频频传出旅游巴士交通意外 搭载21名台湾旅客的巴士 在中国福建省龙岩永定地区遇上了山泥青械 将旅巴埋在土里造成一人死亡 两人受伤 旅行设政时死者是50岁来自嘉义的一名妇女 搭载20名台湾籍旅客 一名台湾籍导游 一名中国导游和一名中国司机的旅游巴士 昨天早上10点40分左右 准备从厦门前往永定土楼之际 路旁山地坡道突然崩塌 车上23人连人带车坠入30米山坡 50岁的旅客客死异乡 另外两名游客则受重伤 两个比较重的 一个是颈椎固扯 一个是腰椎固扯 其他病号还有就是很多是 几个是乱 大部分是乱者是挫伤 有几个是 还有两个是单纯的固扯 事发当时 当地正下着倾盆带雨 巴士意外造成的猛烈巨响惊动了附近居民 22名生还者通过巴士窗逃出升天 当局过后已经封锁有关道路 着手调查事故噪音 不排除是因为大雨导致山坡土地松散 酿成这起意外 大雨导致山坡土地松散 大雨导致山坡土地松散